马次今天在主场117比93大胜活赛队,赢了24分,取得了两连胜,全场马次上了18个人,能打的全部上了,典型的马次比赛,小将木雷首发出场打了21分钟,12中期,得到16分11篮板。 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空位的数据,木雷身高1.96米,地站达到了2.11米,身高地站在空位当中优势非常大,从上个赛季开始,木雷边接获帕克的位置,成为首发空位。 今年休赛期,木雷也是苦练投篮,阿尔德里奇本场比赛打了20分钟,11中期得到14分。 上个赛季,阿德三合带队,场却23.1分,打出来全明星级别的水准,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阿德。 当时马次招募阿德,就是希望他能够成为第二个邓肯,德罗萨今天打了19分钟,6投3中,得到6分。 虽然基诺比利已经退役了,但是经常出现在马次训练馆,今年夏天也给了德罗萨很多建议,GDP时代已经过去了,后时代的马次必须要找到新的核心,从季前返就可以看出,伯伯维奇正在打造新的GDP。 那就是德罗萨、穆雷、阿德,这三个人将是马次接下来几年的绝对核心,他们都有能力,但也有很多的不足,老爷子会让他们变得更好。 好,我们看一下马次新赛季主要的轮换阵容,首发,穆雷、德罗萨、盖伊、阿德、普尔特尔、蒂布、米尔斯、贝尔坦斯、贝里内利、加索尔、坎宁安、庞德、塞特、沃克等。 马次可能不是一支总冠军级别的球队,但有老爷子在,就有无限的可能。 本场比赛有意思的是,剩一场比赛,帕楚里亚在对阵雷霆的比赛中,几分钟便得到八分,登场便遭到雷霆主场球迷狂虚。 今天在马次的主场,帕楚里亚一分钟没打,不敢上场,如果不是帕楚里亚地角伦纳德,可能伦纳德也不会离开马次了。